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呢 我讲通保法最主要也是保障我们人民秘密通讯自由还有隐私权的部分 那当然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报告啊 就是真的就是只是针对每个委员的提案 你们做了一个像写功课的回答 但对于整个通讯监察保障的部分 并没有自己的一个看法跟观点 尤其从今天我们第一个这个廖委员开始 也认为既然这已经是我们江院长也正式下达指令 认为这个是我们要关心而且全面检讨 就算书面没有提出 您在今天口头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 今天行政院对于现在所大家所关切的这个是否有滥权监听或者你们对于也滥权监听目前所采取的因应的政策 当然如果照您所说连基本资料都要12月31号才能到 那所以政策根本谈不上 那我觉得真的 即使当然大家天天都忙 但面对如此重要的问题尤其甚至监听国会的事件 用这样子来等闲适之 我个人也认为的确是不宜 尤其在我们这么多立委这么快速提出修法的同时 因为只要立委提出修法 法务部都会知道 普通只要立委提出修法 法务部要立刻提出相对的修法草案 但是我们今天是自己毫不做功课 但是对所有的意见是全盘的几乎了几乎是否认 或者是认为不宜 但是我不是说大家提的案件是都适合的 但是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所以呢我想对这一部分 如果照这个部长所说 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审查 那普通应该要主动沟通联系啊 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提出 这个保这个意见 并且法务的版本什么时候才能提出来 以前我们立法院各委员会都很尊重行政院的 都希望行政院要提出相对版本 我们才开始讨论 但是呢迟迟等不来啊 而且这么关键事情 我不晓得部长你们的修法案什么时候可以提啊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现在对每一位立委的提案 我们都非常仔细的研究讨论 我们并没有说只是回应 我说那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你们的修法案什么时候可以提 我刚问的是这个 我们12月底资料各地检署会诊之后 我们会尽速开公听会跟讨论会 好我们要 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 我们现在是紧罗密鼓的希望赶紧速推动 但是那个时程上面有时候开会还要看学者专家的时程 那我们当时尽快希望能够在资料会诊之后两个月之内吧 也许要提出版本 那就是2月以前 我们希望 就下一次会议之前要提出来 是 下次会议之前 因为部长 这个我要让您知道 普通都是如此 就是我们只要立委提出修法了 现在啊 因为行政的脚步比较慢 你们要赶快提出修法案 我们也希望进化 或者要马上沟通说 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你们可不可以稍等一会儿 你们完全不在乎啊 有啦 我们是有在准备 事实上我们这个资料之前也有对外说明 所以我们在要了解各地检署实际执行的状况 因为我想这一次一个是监讯 这个通讯监察保障的这个部分 大家非常的关心 是否有滥权监听 再一个也就是侦查不公开 那其实呢 侦查不公开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您认为做到了吗 这个有待检讨 实际执行面 因为有一些法规的规定 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确实需要检讨 所以该检讨的是很多 但是我们让很多的模糊 或者是一些不清楚的情况 一直不断的发生 造成对本身这样的一个基本性面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不能说有模糊地带 我们就不对外澄清说明 而让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交代 解释不过去的 所以我想对这些部分 我希望部长要积极快速 要不然我觉得行政效率 社会期待落差太大了 好不好 因为这次其实通讯监察保障这个部分呢 因为主管官署是法务部了 那所以呢 对这部分啊 这个法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法务部也是责无旁贷 还有呢 这个我想这边要请教啊 那个您也提了 就当这个公共利益有关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做 但你讲的很含糊 想不要去直接面对 但我不晓得针对这个隐私的保障 跟公共利益的衡量 我们目前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判断 而且您自己认为 有什么样的改进空间 还有呢 你认为要怎么样具体来改进的方式 这些法律的规定 本来都是一些原则 那具体的事情状况 要怎么样去区别 常常会从实际的案例 从法律座谈会去确定 好比如说 一个会选案件 监听到贩毒的案件 贩毒是不是涉及公共利益 很可能大家会觉得 贩毒是个人的犯罪行为呢 还是说毒品 它的危害是对整个社会 都很严重的事情 涉及到公共利益 这都可以讨论 因为啊 我想今天我们大家委员会 大家都有一个公式 其实在犯罪 真正的实质犯罪上 大家没有太大的意见 你看 那都是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要听的不是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们并没有反对啊 而且我们是相对都很支持啊 就像这一次这个毒品的破货 今天报纸登出来 实际上将近就是68亿的限制 那我觉得 而且实际上大概挂了20线 报纸也都有登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没有特别意见 那我们也就是说 这种模糊地带 那所谓的滥权监听 大家所争执点也在这里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要不必问这种大家很清楚的事 所以我刚意思就是回应委员说 所有的模糊地带都应该用具体案例的一个沟通去确认 使他模糊地带尽量缩小 好让以后就是个别司法人员的判断 不会凝驾于一个大家共事之上 好可以使这个范围缩小 所以这个部分您要快速 因为您刚提到了 就是明年二月以前 你要把这个修法案送来 要先把检讨 整个全面性的检讨 还有未来的具体做法 这个时程啊 全部告诉我们再提你的修法 所以我想对这一部分啊 我希望要就是要一并提出 不要又提个修法案而已 那我想还是不足够的 包括将来这个侦查不公开 你法务部的具体做法是如何 好不好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这个主席啊 我觉得今天法务部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我们委员会实在是不能接 就是他只是把我们大家所有的提案 做了一个功课 说出来而已 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就是说 法务部可能认为 他因为到底可能修的不是这样的方向 是我们所关心的关键的东西 他们预备怎么处理 不管在这个 他们自己行政作业上 在法律的修法上作为 都应该具体提出 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其实你想连江院长都已经要求了 他们也还没做出来 而且资料要12月底才送达 还没开始呢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啊 我们能不能到手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修了 到时候其实我觉得图法不足以置信 其实真正并不是说 关键在这里 我们关键是要法务部 把所有的报告会诊 提出修法的方向 让我们大家能够安心嘛 对不对 那你自己要去做嘛 你现在如果我们这样 审有的同意 有的不同意 大家找完一个全面性的样貌 没有办法呈现 我觉得我担心是不足够啊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啊 是不是这个等到下个会期啊 但我们今天可以先做讨论 但是呢 具体我希望到时候 并案法务的报告 等于说2月下个会期 我们再来做一次 这个全面性